半導體產業也受到影響 台積電部分廠區降壓 日月光的高雄廠停電受到影響 但是呢諷刺的是 兩天前總統蔡英文會見了 八大工商團體時 才說確保供電 沒想到秒被打臉 企業大佬怒轟 政府的能源政策很危險 一再停電早晚會拖垮經濟 全台灣百萬戶一秒同步變黑畫面 兩天前總統對八大工商團體 說的斬釘截鐵 我們會確保供電 確保供電 中午用電尖峰已經不再是問題 嘴上說不再有問題 沒想到說完後連三天 電力通通出問題 企業大佬說 當初總統保證時 自己就沒再信 炮好民進黨的能源政策 早晚拖垮經濟 電源氣的50% 我們是認為很危險 綠電我們現在才達到6% 2025年核電除以以後 台灣就更危險 軍電的話是一定會的 護國神山台積電 就有部分廠區受降壓影響 大約400到1000多毫秒 而封測龍頭大廠日月光高雄廠 因為停電也受影響 能源不夠 對半導體產業將是空前危機 對我們晶片業者來講話是 電力是一秒都不能夠停的 像台積電之前 曾經在跳電的狀況之下 就一個生產線就損失了10億台幣 假設是整個晶圓廠都跳電 那一天的損失可能是上百億以上 這種小規模的區域性的停電 一兩年的時間可能會常常發生 這一天百萬戶受停電影響超火大 停電這一巴掌 不小心打在總統臉上超響亮 記者黃明俊林佩傑 台北採訪報導